开快递 她的单身生活有多快乐 起床后的林允衙都没来得及刷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家门 只见大大小小的快递在门口堆积如山 门口堆积的这22件东西让嘉宾瞠目皆舍 但对于喜欢网购的林允来说 这种小场面根本不值一提 等林允将这些堆积如山的快递挪到家中后 这么大的房子都快没有落脚的位置了 林允更是艰难到在家缝中行走 观察室的嘉宾看到这里更是打句道 将全部快递搬到屋子后的林允 也终于想到自己是个女明星 还特意跑到镜子前涂抹口红并重拾偶像包袱 也开启了漫长的开箱之旅 快递内的东西五花八门 但看到女儿收到这么多礼物的林爸可操碎了心 还以为是哪个臭小子想拐跑自己的女儿 后来听到林允说都是造型失送的 才舒了一口气 其实林允这次买的东西大多都是收纳箱 经过开箱快乐的林允 也将拆封后的快递和堆放在门口 只是很快遭到邻居的投诉 迅速关上门的林允却在杂物间 突然拿了一把锤头过来 这一行为让嘉宾们都提心吊胆 其实大家都多想了 林允只是为了拆除快递箱外面的支撑甲 这时林允展现出不塌柔柔外表的一面 一把锤头干是利索 此时林爸看到女儿的表选 非常自豪地说了林允的其他技能 就连维加都表示佩服 随着林允的努力 里面的物品终于现出真面目 竟然是一个带滑轮的保险柜 这时怕别人搬不走 所以专门买了带滑轮的嘛 就在林允偷摸的设置密码时 门银又响了起来 是的你没有看错 门外又堆积起了小山一样的快递堆 这时的林允也突然想到 比拆快递更重要的还有脸蛋 只见她拿出不明物体 胡乱搅合一番后静止涂抹在脸上 很快她点的外卖也到了 竟然是两杯奶茶 林允更是扬起面膜笑脸 对着镜头止不住的微笑 只能说奶茶虽好喝 但也不要贪备用 林允简直是在过着 大多数人理想的生活 有钱又有盐 还有时间和拆不完的快递 年纪轻轻就实现财富自由 难怪有这么多人 想要进入娱乐圈